说起苏秀,浮现在民众眼前都是传统的山水风景和人物造型 在苏州,一位秀娘把目光转向了我们头顶的星空 一幅幅展现星空之美的苏秀,赢得诸多网友的叫好 近日,记者用镜头记录了这位秀娘的传统手工记忆 地球,码头星云,日耳,一幅幅星空图案映入眼帘 当你仔细观察时,才发现这些都是一根根密密杂杂的绣线织绣而成 这些作品全部出自苏州秀娘陈英华的双手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英华接触到宇宙星空系列的照片 从小对星空充满向往的她,决定用手中的绣线,绣出向往多年的星河 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绣的第一副是卸妆星云 当时花了六个月时间嘛,绣出来我就特别爱上她了 为了绣出星云绚烂的色彩,缥缈的轮廓和朦胧的意境 陈英华不断创新针法,绣了拆,拆了绣是常有的事 最后选用的部分丝线已经还原到桑残土丝的粗细 是普通丝线的十六分之一 历史两年多,陈英华用十多种针法 以刺绣独有的艺术语言,完成了十六幅作品 如今,她的宇宙星空系列版图已经增加至二十六幅作品 我们这个用的是细乱针 然后有的是根据星空光的走向 然后再慢慢的自己调整的 也不是说一种特定的针法 但是你要根据它的走向慢慢调针法 相比传统苏绣 星空苏绣的制作过程更为复杂 我们当时要用二十套左右吧 用色的时候你也要把它过度的 然后是灰啊蓝啊过度色啊都要绣进去 所以每幅作品的颜色都要精心挑选 以针为笔,以线为末 从十四岁起,陈英华从事刺绣已有三十多年 期间陈英华不断探索和创新 将中西方绘画,摄影作品与刺绣艺术相结合 逐步形成独特的刺绣艺术风格 一般都是油画,然后是风景啊 然后要么是摄影的油画作品 然后就是传统的工艺美术的那种 就是工笔画嘛 然后像这种题材的话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新的 展现我们现代的一种科技吧 4月24日,秀良陈英华的宇宙星空系列刺绣作品 亮相2021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 即中国航天大会开幕式,捧回太空探索与艺术创想大赛特别讲 陈英华说,未来希望自己能够再度拓宽苏秀的创作领域 让更多的人看到喜欢上苏秀文化 还秀了一幅石刻天文图 所以跟古代的,然后现代的,还有现代的科学家 以后我会做一个就是连接的 让我们看到就是天空是这么绚丽的,多彩的 非常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